我是小炎臺 小炎臺的由來我來跟大家說一下好了 就是 其實我的名字裡面有一個字叫做 二聲儀 就是炎跟臺合起來 那個字叫做儀 可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名字都不太會唸 所以乾脆我就叫做炎臺 這樣大家就記得可能比較清楚 然後想要讓自己可愛一點 所以我叫小炎臺 我也很小啊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對 好棒喔 好 我其實是第一次 真的是真正的第一次 就是 唱這麼多首歌 就是一個晚上的時間 然後 也是第一次 就是唱鐵花村的草地啊 會有一點點緊張啦 那大家就 當作來消遣 就是消遣時間嘛 聽聽我唱歌 聽聽我唱歌 我是覺得不錯聽啦 我是覺得不錯聽啦 不知道你們怎麼覺得 好喔 應該是不錯對不對 然後 好聽嘛 好聽要怎麼樣 好聽的話 我前面有一個 讚美香 其實它就是不管任何形式的讚美 都可以放到裡面去 你可以送我一朵花啊 一把草 或是 你也可以放五千塊在裡面 都可以 我不會退還給你 你不要擔心 對 你放多少我就收多少 然後你要寫小紙條給我啊 說我 欸 說我皮膚很好 可以寫進去 丟進去裡面 對 都可以 就是那個箱子裡面 你要放什麼都可以 可是不要放那個就是 比較 自己也不敢拿的東西 例如 可能大便 泥土之類的 不要這樣啦 我會有點傷心 好 好 過了那個 大家前幾天那個連假 是不是過得很開心 還滿開心的嘛 對不對 對 我今天的就是 使命就是來幫你們的那個 假期畫一個美好的痘疊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回去考一下期望考 又要放假了 所以我先幫你們寫痘疊 之後句點請別人幫你們畫 好 好 那我今天會帶來很多首歌 就是 有沒有到很多首 就是十幾首 我平常喜歡聽 然後 也喜歡唱的歌曲 然後 我忘記介紹我來自 我是來自 台東縣北南鄉 大巴六九部落 就是 泰安村 然後 我們那邊有出了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那大家就放在心底 因為 我現在就是要模仿他 不是模仿他 防造他 因為他每次演唱會出來的時候 第一首都會唱這首歌 我就把自己就是想像成是 那位 天后 好 你們心裡應該有底啦 知道是誰齁 好 那我第一首要帶來的就是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算是我們村子裡面的鼓調 那邊的朋友你們可以坐下來 然後到霸台那邊去點一杯飲料 就可以坐一整晚 坐到十二點沒有人理你 坐到早上六點 坐到早上六點沒有人理你 你只要點一杯一百塊的飲料 好 很划算喔 我站起來 好 一杯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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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